记者张杰生南投报道,蔡英文总统大年初三下午到南投县民间江寿天宫,参拜祈福及分送福袋,展现高人气,民众为争读脚因总统风采,江寿天宫妙称挤得水泄不通,众人纷纷高喊总统好,还有人拿到福袋后大喊总统比电视漂亮,让蔡总统笑得合不拢嘴。 南投县民间江寿天宫,是国人奉似玄天上帝的总坛,信徒众多,大年初三下午二十二十分许,蔡总统在民进党征召着南投县长参选人,现任草屯政长洪国号及立委蔡培慧,南投副县长陈正生,新政院中部办公室副执行长汤火胜,县议员罗美玲等人陪同下抵达寿天宫, 随即上香参拜并颁赠庙方一鹤林威的匾额。 蔡总统并在庙城分送幸福共好的福袋给民众,索取福袋民众大牌长龙,两千个福袋一会儿就发完。 蔡总统离去时,民众纷纷高喊总统好,总统加油,并争相与小英总统握手,将现场挤得水泄不通,展现超高人气。